天地之间有百川 客官 我来送茶来的 进去吧 好好 客官 给您送茶来了 放桌上吧 哎 张柜 您看 快点 这你不知道 这龙的图案只有皇上能用 就是王公贵族也用不得 用了有欺金之罪要杀头的 你看 你看 这是乾隆万岁爷的玉宝 过来 你也磕几个头 好 万岁爷 大胆 大人饶命 你这个贼人 竟敢盗窃万岁爷的宝膳 胆大包天 并非小人要到玉膳 请大人容小人把夏清禀报 再杀小人不迟 大饶命 讲吧 是老爷 自从大人和万岁爷住进小殿 小的便觉得万岁爷与您与众不同 有心接驾护驾又怕认错了 万岁爷怪罪下来 小的救命伙计把玉膳请来 小的好便人便人 便人出十万岁爷的玉宝 不信 刚才我和小的还在这给万岁爷的膳头 磕头 磕头还准备接驾护驾 咱正准备把店里别的客人都通通走 大人 这也是咱祖宗上有德 咱这小小的一个客店 进成了万岁爷的临时金蓝宝殿 小子的话句句是真 句句是实 大老爷 您饶命大老爷 大老爷 这怎么了 祈禀圣上他们认出了玉膳 还要接驾护驾 皇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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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朕念你忠心伺候 来呀 封这店主为四品官 封这小二为七品官吧 臣谢主隆恩 谢主隆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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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快去吧 新华村 把那陈年分酒 从地角里挖出来 献给万岁爷 快去 好 能不能 福太大人 听说皇上来到了我们山西 整个太原府都传遍了 就你还蒙在谷里 万岁住在兴隆客栈 他老人家来了这么多日子 才把你那点事查明白了 这么说咱们得接驾 皇上此次息刑 一没传圣旨 二没下文书 咱们不知者无罪 可现在知道了 还不快去接驾 大人 何大人有一封密信交给你 拿了我看看 您能建议 自有 不您在建议 您有免 bou蕾 您有免工 大人 您住店 去 把你们店主给我叫出来 是 掌柜 来了这么多官 怕什么 你我也是御风的官 年兄情了 小小的店老板 你跟我堂堂的知府 称什么年兄年弟的 知府大人有所不知 万岁住在小店 也是我接驾有功 昨儿个万岁预封我为四品 你也是四品 老板 咱俩不是年兄吗 难道我称你为年兄还错了吗 人兄 小弟不知其中原委多有得罪 请你启奏万岁 就从山西河府官员前来参见我主 说 山西之府许明堂率和府官员前来叩见皇上 威望万岁万岁万万岁 爱情平衫 谢万岁 冲家 您看看 前面就是摄 Drag 前面 先客来饭庄 这可就是桂槐太家开的 请 里边请 请 东家请 刚来的呀 老兄 你老家在哪儿 我老家在哪儿啊 我说罗锅子 这仙下来饭庄 是山西巡抚桂槐太子表侄子 胡是来胡大爷开的 这太元府的十大饭庄 他都是老板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啊 你要是识趣啊 吃完了饭 喝完了茶 走人 要是不识趣啊 打了你 还拿你见官问罪 东家 你看 他们多横 来 我来跟你说句话 你还真有点苟障人事啊 什么 你敢骂我苟障人事 不是吗 小二 生意人 何气生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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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句人话 你也不要得了便宜卖乖 请 三位 喝茶 要什么茶 自个儿带了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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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走你这脏的茶碗 我给您沏上 你这是人倒的水吗 爷爷 我累了 吃点点心吧 那不是快到了吗 头来就有吃点心喝茶的地方 走吧 走 大兜Pre enrolled en90m。。 大兜喝茶 喝 喝 喝酒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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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 什么叫喝几个 一个人一个碗 这个要喝一个 俩人哪个两碗就喝俩 明白吗 我喝 我孙子他不喝 他吃点心 您就来一个碗就行了 喝一个 回家去吧 在这儿就得喝三碗 懂吗 喝三碗 我一个人喝茶 我干嘛喝三碗 你们这什么规矩这是 什么规矩 这叫有一算一 就算有一算一 那我们也才俩 俩 那杨呢 杨一样喝茶 你这仨座 我这一个座仨钱 三个座是九个钱 你不喝三碗我喝呀 我 我说我这都活了七十多了 我没听说过杨喝茶 他没听说的多着呢 走吧咱们走吧 咱们走吧 咱们走 孙子走吧 别言我过 我走不动了 让咱喝仨就喝仨吧 小二 小二 过来 我们喝仨 喝仨 喝仨 这不结了吗 真是 等着吧 待会儿啊 还有你一碗呢 吃吧 喝吧 大友阳那天起啊 喝茶 你是头一份 喝吧 好 好 东亚 我去去就来 我说这位老哥呀 您坐着 您坐着 坐着 这家店太难横 我去去就来 你等着 别动 别动 等着 别动 这位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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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羊 有多少只啊 二十来只 二十来只 能否借我一拥啊 您借他干啥 我呀 就是想借羊一拥 来 这是点碎银子 作为定银 你拿着 拿好 谢了 不客气 你看 把羊赶到那边去 走 去那边 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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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你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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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怎么回事啊 啊 诸位 诸位 不要慌张 不要慌张 喝你们的茶 吃你们的饭 刚才这位老者 要喝茶 这跑堂的说 你喝茶 羊也得喝茶 这是你小二说的 是不是 这就是说 这个店 不光卖茶给人喝 这个店 还卖茶给羊喝 今儿个 我就给这些羊 摆个茶局 小二 上茶 这钱 我来付 小二 干什么 反了你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老板 完了 完了 你 混蛋东西 干嘛 你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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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敢 我 你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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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您来了 犯了你们 还有他 他们是一伙的 把他们给我带走 走 走 和尚错了 他姓乃不是你姓 你姓乃不是我姓 什么道理 姓一直守法 非法不敢出生 和尚又错了 你生非生 你法亦非法 和尚没有扇子 所以和尚是亲 这和尚疯疯癫癫说什么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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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不要管闲事 你非要管 这下好了 你说你 我的这个脾气啊 自个儿不愿意受气 也不愿意看着别人受气 最近皇上在太原 诸位要多加点小心 大小的案子 该审的审 该判的判 徐大人 上次把洋轰到饭馆里捣乱的那几个人 还关在牢里呢 他们的胆够大的 一会儿我要亲自审问 站住 他是皇叔子来见皇上 启离万岁爷 皇太子求见 让他进来吧 儿臣 儿臣叩见父皇 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永远 孩儿在 孩儿在 你西行这么多天都干了些什么 一半礼佛 一半体察民情 朕让你此次西行不要干预地方政事 可你偏偏不听朕的话 启奏父皇 孩儿的确只是体察民情 并未直接卷入地方的纠纷呢 还敢撒谎 父皇息怒 父皇受罪 山西地方实在民不聊生 儿臣万岁之后 也曾搜集一些官员 贪赃王法的材料 永远 你与朕 是父子又是君臣 作为子 你 你尚不兴孝 作为臣 你是一君一儿为之 父皇 不必多说了 拿上朕的这把龙前剑 自裁去吧 父皇 父皇 还不领着献恩 朕 最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唯吾 这位大人 我二人身犯何法 把我们压到此地 是啊 师爷 这两个人抓来后一直关着 一直关着 没离开过大牢 没离开过大牢 这就怪了 这个人与皇上向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大胆刁民 你们把一群羊引入饭馆 把好端端的饭馆当成羊圈 如此罪恶行径 本官怎么能够拿你们 再说 你们二位见了本官 一不失礼 二不下跪磕头 无师王爬 该当何罪 下跪 我自打从娘胎里出来了 上跪过天 下跪过地 中跪过父母和祖宗牌位 我从来再没有跪过 好一个油嘴滑舌的刁民 本官问你 家住哪里 姓名谁 家住北京紫禁城 敬爱秦觉罗 人称我乾隆老佛 你说你是乾隆爷 本官我中进士的时候就是万岁爷钦点的 你可认识我 许明堂 就是把你莫成了灰 朕也能认识你 师父 我来找您来了 施主 你捧这个剑干什么 这口剑是当今万岁 我的父皇赐给我的 你 你是皇子 对 皇十五子 父皇让我以此剑死财 就是那位住新龙客栈的皇上 当然 还没有两个皇上 两个三个且不去说 至少我见到的那个 他不像是真的 你可千万不要自裁是我阿哥 这样吧 我先替你找个地方 你先躲一躲 等危机过去以后 你再出来也不迟 我听师父的 isa 注尊 都知道了吧 太元府来了两个皇上 两个都说自己是真的 你们看该怎么办 我看不妨把他们两个召集到一起 当堂对正 落叫 大人请 年兄 您又来了 烦请年兄启奏万岁 就说山西之府许明堂参见万岁 您请 站住 干什么的 太原府之府求见万岁 启禀皇上太原之府求见 让他进来 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许爱卿 你又来干什么来了 臣前来赢驾 赢驾 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朕此次到山西是私访民情 还是不住官厅为好 万岁自来到太原 衣食住行 人身安全 各府人等都不安心 为此 大家记忆 将圣上移至太原府 那وف 还是不住那好吧 万岁一日不宜 臣一日寝食不安 难得你们这样忠心 那我就一驾太原府 谢万岁 百驾太原府 万岁请 请 徐大人 回头找个机会把皇上杀了 杀皇上 杀真的还是杀假的 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要把真的当假的 然后 好臭啊 嗯 我说诸位 今天来了两位皇帝老佛爷 都叫万岁 我觉得有点别扭 咱们还没清楚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的时候 先站叫二位 我说 二位 本官审理这件案子 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一个知府审良皇上 不管你们谁是真的 都得恕我无罪 许冰堂 你少啰嗦 快快审来 爱卿不要害怕 震慑你无罪 您说话我听着宋耳 二位 看这个案子怎么个审法 许知府 许冰堂 你这是酒囊饭蛋 您别这么说话 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没能明白 大胆刁民 你竟敢冒充当今天子 招摇撞骗 你最该万死 来人把他拉出去 给我杀了 你敢 慢 你说 二位都不要动怒 请问二位都说是真皇上有什么凭据 凭据 凭据 凭据一把 我说你这把扇子是我的呀 你一定从宫里拖出来 拖来的 真是笑话 朕威夫四方从来都带这把龙扇子 朕可从来没有这把山水扇子 你们看看 假的吧 那您的扇子上有龙印吗 笑话 没有龙印叫什么玉扇 那您说说您那扇子上有龙印吗 朕的御膳是龙头印章 上课有朕的名讳 那就都呈上来 呈上来 本官看看 诸位你们来看看 来 过来看看看看 看看 看看 这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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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不出来 这像 嗯 嗯 好 回去吧 是真的 嗯 请问二位 你们还有什么证据说明自己是真皇上 此次私访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你说说看 既然是私访当然有它的特别之处 朕量你也说不出来 明为私访实为自我发配 哪有皇上自我发配 这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能自我发配 就是 诸位 朕要求自我发配 自有朕的道理 是刘悠参了这一本 正常要求自我发配的 朕脖子上现在就带着刑具 刑具 什么刑具 一链一条 链子在哪 脖子上 谁有谁就是真的 没错 你等着 我托给你看 链子上还挂了一个布兜兜 你说什么 朕亮你也脱不出来 可是这 看哪 你看哪 怎么样 还有银链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把他给我拿下 把这个冒充皇上的贼子给我拉出去斩了 快呀 大胆 把他杀了 来人 妖恩 给我拿下 你快呀 许致福 你慢 拿下 许致福 你个许名堂 朕镑上也有银链一条 也有那黄埔兜兜 你看 大胆的贼人 大胆的贼人 你看 你看 看见吗 看 谁知道谁是真假 他是假的 到底是谁 诸位 各位 阿弥陀佛 一颗凶星没烧藏 富贵荣华 不久长 这个何让他 你怎么来了 贫僧给皇上请安 免礼 诸位请看 这位自称皇上的脸上大伙仔细看就会看出许多破绽 他没见 确实有一块质 虽然被点化过了 但 还是露出了痕迹 是 别听他的 大胆的和尚 诸位爱卿 不要心想一派胡言 诸位 柳悠 我来帮你们变个真假 皇上自我发配 不才由刘庸陪伴左右 周庆叔啊 你能帮我变出个假罗锅子来吗 刘庸 周庆叔 此人叫周庆叔 曾在京城假冒皇上 被皇上判了公刑 那个地方不能看 来吧架上 老师 我不要听他一派胡言 安住他 看看 看看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还真结实 看看 大胆奴才你看看 牛皮胶沾的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牛皮胶 看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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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 都不小心 你 老师 这个事情 绕着 贵怀太 贵大人 您从屏风后边出来吧 出来啊 出来出来 万岁 是他只是我干的 微臣该死 请皇上受罪 万岁饶命啊 大人 贵怀太 你说 拿下拿下 快追下去了 快追下去了 没牵 吴王万岁万岁 万万岁 平身 谢皇上 孩儿给父皇请安 永远 是我阿哥 你怎么捧着这把剑呢 启禀皇上 那个假皇帝赐我自财 什么 这 他说我子不从父 臣不听军 还卷入了地方证室 皇儿 你是按阵的旨意办的吗 父皇 我西行已二十日 明察暗访 不过 今日我还要参几个人 参谁 参巡抚贵怀太 这位知府许明堂还有一个都督 两个倒太 我参谈他们十八款款款式式 好 皇儿 将你的奏本呈上来 朕 朕这才明白刘爱卿的一番苦心 他是要朕亲自看看 山西逆智之坏 来人 朕 把贵怀太许明堂给我押赴京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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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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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放 放这儿吧 谢谢师父救我 这是你有道有福 岂是外力所能相抢 万岁 请您收回赐她的法号 让她还俗 让她和银红姑娘永结勤进之好 什么 皇上 阿弥陀佛 皇上 贫僧臣愿已了 勤愿已了 皇上不必再为贫僧更改法号了 李靖 李靖是谁 李靖是你呀 现在只有道计 没有李靖 你 你看 桂怀太也干掉了 干掉了大人 好 你们两个此行辛苦了 串天大人在 下手的时候没有谁看见 绝对没有人看见大人 他们二人当场毕命 当场毕命 好 你们两个可谓功臣 全民大人在 喝酒 大人请 你们有功之臣吗 应该是你们先请 好 大人 大人 请 起屏万岁爷 十五阿哥送件来了 您看是不是还挂在那儿 这是朕心爱的龙泉剑 曾经赐给十六位大臣自裁 这次在山西 闲些要了我儿的性命 护射 在 取另外一支剑来 喳 皇儿 朕替你把它处置了 谢父皇 朕和 朕 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